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吃什么都没有胃口 那一定要多给家人做这道冬瓜绿豆排骨汤 出锅后,汤浓为美 喝了厨师解渴又美容 而且多喝还不易上火 特别适合这个炎热的夏天 我家一周最少要做三次 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一下 是怎样制作的吧 我们先来准备一个大碗 往里面加点绿豆 放适量的清水 先简单的给它清洗一下 然后再浸泡半个小时 这样更容易煮开花 今年炖这个汤 配料只需要一大块生姜 给它切成薄片备用 现在的排骨价格还算合适 花40块钱买了两根漂亮的大排骨 冬瓜就比较便宜 只花两块钱买了两斤 我们先来处理一下 排骨先给它分开 然后剁成麻将大小的块 很多人炖排骨汤都是直接下锅炖 炖出来不是发柴 咬不动 就是太腥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正确的做法 剁好的排骨不用焯水 只需要加适量的盐 撒一把面粉 没过排骨的清水来清洗 用手多给它抓拌一下 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去除腥味 还能保留排骨的营养 成分不容易流失 全程大概两到三分钟左右 我们张大嘴巴来看一下 排骨已经泡出了很多的血水和杂质 这是排骨腥味的来源 然后我们捞出来控水 再用清水多清洗几遍 一直洗到水清澈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然后给它捞出来 一定要用手给它拽干水分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样处理的排骨特别的干净 可以直接拿来炒 拿来炖 拿来红烧 都不会有一点腥味 接下来锅热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然后把排骨给倒进去 切好的姜片也倒进来 开中火慢慢地给它煸炒 把排骨里面的水分给它炒干 再炒出排骨里面的肥油 这样吃起来才不会腻 而且会更加香 大家一定要记住 用炒过的排骨炖汤 汤汁浓厚 而且没腥味 最后直接往里面倒入101度的开水 这也是汤鲜味浓的关键 有条件的朋友 咱们可以用砂锅 我今天的食材比较多一点 就直接用这个炒锅了 再把泡好的绿豆全部倒进来 稍微给它搅动一下 扣上盖子 转小火 炖30分钟 趁这个时间 我们来处理一下冬瓜 清洗干净后 给它对半分开 去掉中间的瓜囊 不需要去皮 这个冬瓜皮也是非常营养的 然后再给它改刀切大块 最后再切成小块 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 这时候我们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哇 一股绿豆排骨的香味 扑鼻而来 一直熬到像这样 汤汁醇厚香浓 里面的绿豆也软烂开花了 然后再把切好的冬瓜 全部倒进来 给它搅拌一下 继续扣上盖子 炖上10分钟 冬瓜 像这样成半透明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调味了 只需要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盐 和胡椒粉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需要放 我们就是吃它的原汁原味 朋友们 阿剑已经连续好几年 每天都在分享 家常简单易做的美食 朋友到现在 都还没有给过我小红心 如果觉得今天这个视频还不错的话 你就给我点一个吧 或者加个关注 评论转发一下 这样方便你下次想吃 不会做的时候 能够轻易的找到我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一直 一如既往的每天更新 家常美食 晚中再加点葱花 口挤 舀上绿豆汤 一家人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熬的排骨汤啊 清爽好喝 不油腻 也冬瓜和绿豆都有去火的作用 在这炎热的夏天 赶紧给家人安排起来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 晒太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